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豆蔻 又到了豆蔻的新衣时间 双十一的新品正式出现了 这一期的新品是我生活中 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 治愈系 千年 萌丑系列 那猫咪肯定是有的 但我们先来说一个更古怪的萌丑 大鹅 大书版家 王羲之就是一个著名的鹅控 他听说有一位独居的老奶奶 养了一只鹅 叫声很是好听 他就决定亲自前往老奶奶家赏鹅 老奶奶一听 王羲之要来 那还得了 赶紧把鹅烧了 装呆一下呀 呃 所以王羲之到的时候就 后来他又听说一个道士 养了一群鹅 就赶紧跑去买 谁知道道士不要钱 说你写个道德金给我吧 我就送你几只 王羲之听了之后竟然很开心 用自己价值千金的字 换了一群大鹅 所以这一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换鹅体 那我身上这套龙鹅龟呢 是不是超级雅而可爱 首先绿方语底甲的嫩蓝色 就非常软萌 看的人很幼 冬前呢有一龙 大白鹅 伴随着花醋 就是蒙且鲜的感觉 那白毛毛的增加了冬日感 看内甲的脚领呢 也毫不逊色 车开看一下领口 满满的刺绣细节 再看到两袖的刺绣 都很精致美丽 对不对 再看到这绝美的打面裙 就太好看了 它的上半截呢 用了樱花工艺 做了大白鹅的碎花 下半截呢 用了九色制金工艺 再叠加刺绣 去做细节 大家都知道 制金都是颜色越多 就越难越贵的 所以呢 这个最后出来的效果 就是人间富贵 大白鹅 将画风突然改变 陌生公子的 幻鹅铁 圆领山 就是非常的公子气 衣身上的印花呢 是一整幅的官鹅图 里面有的大鹅 还打扮了自己 非常有意思 那外层的沙上呢 还有王羲之 幻鹅铁的刺绣文字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这种里层画 外层字的搭配呢 就是道不尽的风流 它的放量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依次接触汉服的小伙伴呢 也不用感到惊讶 它就是这种宽大的 道鼓先锋的感觉 又变成了可爱的小女儿 这个非常清新的绿色 莉莉对筋耳子呢 看她胸前 心气的白鹅 对 什么东西到了我们家 都会变成心气飘飘 袖口呢 还有花朵的自笑 最精致的是什么呢 看到我的脖子 我们还专门为这套衣服 开发了一个 原创的大白鹅 怎么扣 就非常的美妙 这个绿真的太好看了 而且质感超好 接下裙呢 是青色的织巾满面 也是大白鹅 在旧弯的景象 让人感到非常的自在 细带上呢 还有花枝的刺绣 结底看起来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那这一套鹅中仙呢 是颜色非常少女的 初春款 嫩鹅黄 搭配淡紫色 是不具攻击性 却非常亮眼的配色 它是一个圆领长笔甲 上面的鹅仙子刺绣 真的是 绝了 少女仙子鹅 就是它呀 还做了一个香囊 腰带一体的 小配饰 可以拿来勾勒腰线 脱开外套呢 就是这个样子 淡紫色的双层绿领 对筋长蚝 在袖口有这样 非常仙气的鹅刺绣 包括这种 带有一点现代感的 蝴蝶结刺绣 让衣服有了 更多的少女感 来一件非常实穿的 泥大衣 整体是黑色的 非常有份 且解释 稍微做了一点测开领 整体是一种 A字白的 用料非常的毒 所以一百可以达到 园艺群的感觉 袖口和胸口 有小小的刺绣点缀 这个鹅毛领 就非常的有故事感 上面呢 是白鹅刺绣 再加上点睛的红流酥 是非常裹裹的元素 把它拿掉呢 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更加日常 第二个要和大家说的呢 是窝子 窝子是什么呢 和狗子差不多 比如在外市里图里 这种外国进攻的小狗 就叫窝子 老板可能知道 我也养过一只 大窝子 是一只 会涂小猩猩的狗子 狗狗的共情能力呢 是非常强的 也很会抓住时机 来表现自己 但肯定唐玄宗和七王下棋 眼瞅着 竟然要输了 唐玄宗感到很尴尬 毕竟帝王嘛 那对面的七王 更加尴尬 不仅尴尬 甚至是有点害怕 这 走一会儿啊 我还要下银吗 我 我这手 就在这紧急的时刻 一旁的杨贵妃 放出了自己的窝子 狗子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 顿时二哈附体 冲上棋盘 一顿乱彩 其他一下就乱了 再没法下了 分不出胜负了 在场的各位 都一边摇头 一边感到 非常满意 那我谁想这套银犬呢 外套是对筋半袖 是大风量的那种 所以会非常的宽大 随性 可以穿成江领 也可以打开作为对筋 袖子上呢 有超级神器的小狗子 踏云而来 给带了一个发棍 内套呢 是一个刺绣的江领 袖口还做了很好看的拼接 都是比较厚实的面料 下裙呢 它是一个蓝色印花者群 整体看起来呢 就是这个样子啦 脏 这个超级可爱软弱的 国宫长服呢 看这个可拆卸的领子上 哇 有两只毛茸茸的小狗 就超级萌 这只手感都很好 它的大身呢 也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摸自己都感觉像在摸狗 好像哪里不对 这个下裙呢 也很有意思 是一个群狗拼接的半身裙 它是一个不规矢的拼接 一边短一边长 上面呢 则是各种小狗 和它们的玩具的刺绣 整体看起来呢 还是一套非常治愈的国宫 接下来呢 是一个联名款 屁长和豆包的联名款 之前为了配合某套规则 默默上了预售 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双十一呢 就可以入手 龟梦新颖的2020动物版 是是如意 非常吉祥的一个名字 两袖呢 有狮子的刺绣 胸口呢 是闭着眼睛的豆包 和笑成了狐狸的屁长 它们爪着上呢 抱着如意两个字 下裙呢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柿子色 纱上的繁花刺绣 就是给人仙气扑面的感觉 里面的黄色胶领内搭 也是非常有质感的 你们拿到手就知道了 整体看起来 就是非常吉祥如意的温暖感 毕竟猫狗双团的人生 想想都幸福啊 除了蝉屎的时候 真正的联名款来啦 今天一层摩卡少女英的跨界联名款 默认英飞华服 大家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冬天了 冲着脖子的款 那是因为 其实这个联名项目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 去年年底 快要春天的时候 经过了一系列反复修改打磨 作者兼修 到了今天 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啦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美丽 它的整体呢 就是樱花色的渐变 做了一个这么大笑的感觉 是前短 后长的 搏在地上的华丽感 身侧也小鹰的法杖 透明卡牌蝴蝶结的元素 都变成了中国风的刺绣 出现在衣服上 它的设定呢 其实就是 让魔法少女英 穿上滑服 会是什么样子 是它的滑服战斗服 导演之士 默默掏出摄像机 里面呢 是一套旗呀 也是处处透露着少女的华丽 这个下群的渐变细节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的头上呢 还有两个小樱花发饰 那这一套默然英飞滑服呢 让我们可以通过 可爱的小鹰同学 向更多人产递 中华服饰之美 那我先上天天威蝶呢 这儿你看 平平无奇 除了结构上 有一些小特点 甚至连一个图案 都没有 这算什么怜悯 哦 来 帮我关一下灯 里面有人 我自己去关一下 来 来呀来 你还会被窝里看夜光魔法阵呢 没错 它的设计点完全在你的后背 在自然光线下 这个魔法阵是这个样子的 白天看 我们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卫衣小姑娘 带下的晚自习 带回宿舍的路上 在那些不那么亮的地方 别人就会发现 你其实是个 魔法少女 还有颜颜色呢 是浅额黄 也是可可爱爱的少女粒 值得一说的呢 是上面这个扣子 是我们开板做的 小鹰钥匙上的翅膀 来做的子母扣 在细节上非常的精巧 所以从真面看呢 它就是带有小巧思的 干净简约 而背面呢 就是魔法少女的夜光法阵 小可蛋糕睡衣 这真的太可爱了 动画里的小可真的很爱吃蛋糕 被人发现的时候还要装着是玩偶 那这套睡衣呢 上面觉得都是小可非常快乐的 飞奔去吃蛋糕的样子 下面呢是一个长裤 还有口袋 这一件它呢 感觉睡起觉来 都甜甜蜜蜜的 它排汁呢 是百分百纯棉的 所以非常轻浮 非常透气 非常舒服 另一套灰蓝色的呢 是这样的 也非常的可爱 灰蓝色真的很衬 不白 就算在家里也要很可爱的 这条的裤子呢 脚外上的细节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小蝴蝶结 偶尔和姐妹在家里 穿睡衣趴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一轮 一个颜色的 对了 刚刚那个黄色 也是有眼罩的 这样姐妹们一人一趟 一起窝在被窝 看看花 太妙了 快爱着女的她 出来吧 接下来呢 双十一 双联名 第二个联名呢 就实现一个江南百景图联名的 华族 这一套呢 是牡丹屏梦 丽娘 非常好看的 一个红色自绣长笔甲 那一套呢 是白色的 暗纹长衫 下巡旬摆的 渐变印花 小而今美 整体看起来的话 就十分有韵味 这一套五月碧玉呢 就是无礼本礼了 两件叠穿的藏被子 那一套剑袖的焦领衫 袖子上做了这种叮叮叮叮的装饰 会更加贴近人物的感觉 下巡呢 是质感很强的百叠巡 这个人物造型的装饰袋呢 是可以拆卸的 包括上面的小荷包 也非常的精致 这一整套穿起来 就是非常护士感 和带入感的啦 这套男女同款的桃花酒寨呢 这个外套这是 破天的富贵 但是呢 为了呼应游戏里唐伯 打补丁的景象 所以我们做了这种 拼贴感的贴布袖 近看每一块布 都感觉它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又是我们常用的华丽风格 近看一眼这些细节 这简直沉迷 它的内搭呢 是一个粉色的直夺 也是有这种拼贴感在里面 这情侣款一穿 十分桃花酒寨了 脏 这个家居配件呢 我本来是想做注音台的 但最后写了它外面的毯子 因为觉得这一期 漂亮衣服已经特别多了 那冷冷的冬天 我们在沙发上 披着这个化碟毯 一边玩游戏 一边吃薯片 那不是很妙吗 专业一脚踏入了家居姐 它背后就是像毯子一样融融的 这边是印花和刺绣 底下到这儿是我们单独设计 还是这种镂空的 非常精致 这个是穿不住的 真的就是一个毯子啊 接下来呢 治愈性必不可笑的 猫咪 如果要问古代文人 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大概有一种答案 就是猫咪 古代人养猫很讲究的 不是随便买一只就行 而是要挑一个 那猫即日 郑重地写下一张 那猫气 为了拼一只猫回家 那些我们熟悉的古诈诈文豪 也都要放下身段 准备聘礼 也是黄庭间用柳枝 绑着小鱼竿 起猫 文正明又严做了一种猫零食 完了还祈求猫咪 不要怪自己家没有鱼吃 非常有画面感 那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猫呢 可能和称猫有关 可是曾经描述一位画家 因为不想当官 于是四处游历 然后逢人无贵贱 口称猫 遇到人不无贵贱 都聊点猫事 你家猫钓毛吗 那可不 下雪似的 那他要你被窝吗 你说呢 我想把他XX了 哇 那你还喜欢猫吗 那当然 爱死了 两猫人 我自豪 所以呢 后来聊点猫事就表示 我不想和你谈 你想要谈论的政治 咱聊点别的 如历史著名的猫无路由 此关之后也说自己是 偶尔做官 修问马 颓然对客 胆臣猫 诶 学到了 下回妈妈为你去写作业吗 你就和他聊猫 那我身上这条称猫呢 它是四元造的 四元来简单看一下图片 之后会出单独的讲解视频 也会抽送四条 大家关注我的动态就好了 那我脚上的这个 新的猫铃当工鞋呢 上面就有这种很治愈的 小猫咪 诶 非常好看 它的色系呢 比较浅淡 有这种高跟的低跟的 就可以搭配很多衣服 还有两个小花篮的包包 它的装饰作用比较强 不太能放东西 但是很好看 拿来搭配是不错的 这是之前的一个遗珠款 背面呢 还有我们SanU的logo 紫色的是这样的 拿来搭配汉服或是长服 都是可以的 呛 卫衣是不能少的 包容容卫衣 这个是我们的原创印花 有种眉短乳白的花色感 里面还有这种 摆着骚气姿势的小猫 这边呢 有立体的猫耳朵 侧边是基带 我们再一个转身 这样 天呐 那些藏起来的猫尾巴 固分可爱了 半龟了 下裙呢 是一个这样堆叠者的半身裙 裙摆呢 有各种小猫咪的刺绣 卫衣呢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粉色 粉色的小猫咪变得奇坏了起来 还有背后呢 猫尾巴也变成了 粉色的小尾巴 这家类用料真的超级足 很宽大 而且这种假两件的做工 正常为一个都能做出两件来了 而且融融的 非常舒服和温暖 喵喵喵女容卫 为什么叫喵喵喵呢 因为它全身都布满了 这种小猫咪刺绣 而且这个蓝真的非常babyblue 水穿水嫩 而且可以这样 舒腰的 像这 毛领呢 是这样古风的刺绣飘带 上面的猫咪是这样的 毛领是可拆卸的 脱胎呢 里面是一个白色的黎母毛衣裙 上面有这种立体的小毛球 等下是猫毛做的毛毡 还有一个毛球基带 可以镀猫 它有这种可爱的猫咪刺绣 真的是自日常又有一点小特色的毛衣裙了 还有一个粉色的喵喵喵女容盒 这个真是过分少女呀 我真是太适合粉色了 就是穿了之后自己心情都很好 同样的全身小猫咪刺绣 撒粉色的小毛衣裙就得去笑 与冬天的庇入盘了 带了最后一个元素 虫鸣鸟 它对我们的治愈力是什么呢 虫鸣鸟的虫鸣有一种解释是 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眼珠 还有一种说法是 它的眼睛里有像太阳一样的光芒 是太阳神鸟 在我们中国的传说里很重视鸡 叫为熊鸡一畅天下白 鸡是带来光明的动物 而虫鸣鸟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 它是所有鸡 子大哥 传说虫鸣鸟在东海杜朔山上 每天早上都会站在大草树上 一叫 全世界的鸡都跟着一起打鸣 可谓仙界闹鸣 有的都有趣的明天传说呢 虫鸣鸟曾经作为国理被献给姚弟 它当时还是只秃鸟 吃着一根羽毛都没有 就两个肉糊糊的翅膀 在天上飞 但是各种猛兽虎狼 都不敢靠近它 到了和世的时候 它又会长出羽毛 变得像凤凰一样华丽仙气 所以你们知道 虫鸣鸟的治愈力是什么了吗 那我身上这套 虫鸣之梦呢 我懂 我懂 太美了 这套衣服带给人的美感和故事感 真就不需要言语 就光看这个图 我都能脑补十部 故言小说 再来看这个大斗篷啊 真的是 它自带暗文机里的面料 非常有华贵感 然后这个醉人的淡紫色 加之虫鸣鸟的自秀 再加上毛绒粒粒 怎么拒绝啊 穿上它 我们冬日踏雪 暗箱寻梅 美人垂泪 属你最美 真的穿起来 人都变好看了很多 就非常有那种 让人怜惜的冲动 不管你平时是什么样的性格 穿上这些虫鸣之梦斗篷 都可以赞眼我们心中的狂野 摇身一变 成为若有福封的 娇娇女 里面呢是一个方岭的胸背 骨子啊 这个骨子的底色 大家看到了 还是特调的渐变 真就细节狂魔 华丽无限 加上虫鸣鸟的刺绣 就太仙气了 再看到这个左右异色的 渐变马面 太酥了 有没有 从生子到浅子 从生粉到浅粉 它的渐变 一共有八个颜色 就说得上是这缤纷世界里的 梦幻现影了 真就沉迷它的美貌 这一套呢 就是颜值C位款 大家想穿出去参加活动 或是拍好看的旅行照片 这一套天然合适 虫鸣鸟的天选仙女本仙 这件穹语连衣群呢 是一个鞋巾直绒的 上面呢是虫鸣鸟的直绒文样 摸起来非常有冬日感 版型呢也是宽松自在的 非常好看 群长呢也十分友好 红色也非常适合过年传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 有两个大口哉 可以过年装红包 还有一个颜色呢是黑色 黑色呢就比较酷了 黑底加黑色直绒 就会显得更加低调 但是显得肤色格外的白 也可以搭配我们这一期的泥巴衣 也是非常的妙 这一套呢就是萨的感觉了 所以要出了一个漫画片 它是一个立顶山的国风连衣群 松脚用的是子母扣 全身是虫鸣鸟的印花 袖子是这种灯笼袖的感觉 配是宽带 蓬蓬的非常有造型感 下摆呢是不规则的开刹 很有个性 这个叠线元素的配件呢 用的是布面加刺绣 非常好看 非常有国风感觉的一个配件 给整体的造型也是加分很多 和上一期的河豚遇上的腰带一样 是我们原创的一个很妙的设计 还有三只虫鸣鸟的刺绣包包 都非常有上女感 黑色是个酷格 非常的酷 和正面的有虫鸣鸟的刺绣纹一样 旁边有这种很好看的流苏垂下来 这个包呢就比较顺的装东西了 但是呢也不要装太重 不然变形了也不太好看 它还可以这样把它抽起来 走 这样就从腋下包变成了一个手拎包 妙啊 这条鸣裙呢就是粉嫩的感觉 虫鸣鸟呢飞于裙间 添加了一个这样的荷叶边 做了一整小翅膀的感觉 整体看起来呢就是可可爱爱的啦 最后呢当然是我们的点藏款啦 这一套非常隆重的明智礼服呢 大戏的放量 长长的衣摆 都意味着它用了超多的高级醋酸面料 这种摸起来的丝滑感 真是尊贵细腻的感觉 它的全身遍布团缝 管爆百花 石油多子 桃花长寿 牡丹华贵 各种美好意义都急于一身 只为你而来 霞佩呢是全刺绣的工艺 用了天资麻传色的珍贵面料 在纯手工定上158克背书 还有六斤的霞佩坠 脱开呢里面也是华丽不减分毫 前后是两只完整的团缝 再加上六只神鸟 环保桃花 下旬呢是六米百的知心码面 用了圆扁金混支的工艺 普通的码面呢一般是扁金的 加入圆金呢看起来就会更加高级 再拼增了和霞佩相同的面料 在阳光下两种金 就会散发出不同的光泽 更加华丽夺目 还有一个细节呢 是这个内搭江领领口的刺绣 细腻的写下了 鸾凤和鸣 如骨琴瑟的文字 让整套衣服呢 更加富有美好的祝愿 这套鸾凤和鸣呢 真的是我新街上的 朱砂红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千年某宠系列的全部作品了 希望大家喜欢 它治愈到你 美到你了吗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全年最豪满的一天 大家一定要把喜欢的衣服 提前加入购物车 也可以去我们淘宝店铺 看优惠攻略和满赠方案 这一期我们还有很多好看的 杯麦品周边送给大家 我们的上镜时间呢 是十一月十一日的零点 想必大家是不会错过 上镜前的两晚呢 也就是十一月九十日 到十一日的晚上八点 联系三晚的新衣室穿直播 大家一定要订上闹钟来约哦 几乎每换一套衣服 都会送礼物 还会送叛徒 结尾 惯例多说两句时间 还把赌篷揣了起来 为什么会选择千年猛宠 作为系列的主题呢 因为在生活中 虽然每天我们外表看起来 都嘻嘻哈哈的 但其实大家都会有压力的时候 会觉得很疲惫 会有在扛的感觉 或是想哭的冲动 不管是学业考试 还是工作生活 不可避免的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偶尔也是会感觉有点累 每个人都有自己放松解压的方法 可能是打游戏 看剧 那我工作了一天 从外面回到家里 当看到我的小猫们 都很轻松自在的 或者在吃 或者在睡 在玩 会让我觉得 有为他们撑起一片 小屋檐的感觉 可以让他们自由自在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在意 但没有关系 就是你摸到他毛茸茸 抱到他软乎乎的时候 那种放松一切 治愈的感觉 真的是我累的时候的 治愈良药 这可能就是 美好东西的力量吧 汉服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下单买到一件好看的汉服 我们就会开始期待 在怎样美好的场景 穿着它 或者是和好朋友一起 拍出多年后 很值得回忆的照片 一夜长方门的四个字 以梦为伤 它的一丝余火有很多重 其中一种呢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 承载一些少女的梦想 我们的生活 不仅有拼命向前 可能很多学习工作的场合 都不能让我们 随心所欲的穿汉服 但我们知道 在我们努力的同时 总会有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时刻 可以去尽情的穿着 自己喜欢的衣服 就像我三年前说的 我觉得我穿汉服的时候 世界都在发光 它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很神奇的 它就像一个 打开一世界大门药水 我们虽然还在这个世界里 但当我们穿上汉服后 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光 都变得不同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 十三鱼的衣服 给到大家这种奇妙的感觉 与我来说 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为千万少女 创造美丽的汉服 让少女拥有一场美丽的梦境 多么治愈的事情啊 很高兴遇见屏幕前的你 不管是四年的老友 还是初次见面的新朋友 让我们一起 共赴十三鱼的汉服梦境吧 我是小大哥 这期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